经常有外劳聚集的台中市第一广场 在星期天晚上发生了十几名外劳打群架的事件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的时候 外劳马上就一哄而散 留下被攻击受伤的两名泰国男子 而募集现场的继承车司机表示呢 这里几乎每到假日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也变成了台中市治安的隐忧 平静的第一广场街头 看不出前一天晚上这里曾经发生蝶血事件 追看两名泰国籍男子砍伤背部 莫及的排班继承车司机 眼看苗头不对躲得圆圆 十几名外劳一路从第一广场 打到中正路和绿川东街口 两名泰籍男子重刀倒地 警方感到行凶的外劳一哄而散 原警赶紧将伤者送医 两名受伤的外劳是坐在地上 那坐在地上 然后那个背部有多处的一个撕裂伤 民众开车经过第一广场 大白天曾经遇上打群架的外劳吓坏了 在网络上po画面 批评台中市治安真的很差 介绍车司机载到拿凶器的外劳 不稀罕 他们形容没有一个假日不出事 我看这是三米花扁扁的长长的 你就给它看 看上去就一支刀 那一周也在这里看你走马拉松 走过百公车的 几桌的叫几桌的 临近台中火车站 第一广场昔日有着台中西门町的地位 地利之变 假日这里挤满了外劳 两旁的商店也做起外劳生意 一个假日2000到4000元的消费力 固然繁荣了当地商圈 假日却仿佛成了另一个国度 长期在这里观察 这些外劳的街头画家就指出 外劳闹事 多半是争风吃醋 很多都是因为来这边也蛮寂寞的 伴侣 有时候他们会去这种 有专门外劳店的卡拉OK 你注意看很多这种店 他们去喝喝酒 常常也是为了争风吃醋 第一广场昔日来台工作 生活苦闷的外劳 娱乐与交流同乡情感的主要去处 但是治安问题一直存在 地方政府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如何尊重外劳人权 和维护治安成了大难题 记者黄秋来世杰台中报道